我这辈子至少祝恋过三百个 从年轻的时候祝恋 至少在我面前断气的有三百个 我告诉大家 邪火没办法骗人 我曾经接到一通电话 他老婆有信佛 在市场买东西的 他老公不信佛 不但不信佛 还把他的经顶拿来全部撕掉 地藏经撕掉 钥匙经撕掉 把他的海青用剪刀通通剪掉 信什么佛 拜什么佛 拜佛就有饭吃吗 信什么佛 佛会拿钱给我吗 当然佛当然不会拿钱给你了 开始骂 出家人寄生虫 对不对 都叫人家布施 自己不去赚钱 开始骂 开始批评 什么是佛 活在哪里啊 极乐世界 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极乐世界吗 他老婆给他讲的 因为那老婆婆婆婆也不是懂得很多 给他讲的 关起门来一直哭 教员 有一天啊 这个老公死了 打电话给我 我去跟他加持 我告诉你 怎么念都没有用 我那个咒语从来没念错的 问麻木道 飞 愿 在这 麻木 摩 毛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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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淫头 那酒 ei都念不死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 有人跟我解释 看看 这是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这个过于在加持 有下再念不到 一辈子都没念过 念做 念错的 来来来来来 我说你这个老公 加持 他去不会走 这没法度 你今天要给我老师讲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在住店那么多 有没有那个硬邦邦 全身的硬邦邦 这个脸都发呵呵的 黑黑的 我们那个教授都常常讲 呵呵的 你老师讲 他就描述一下 他这个老公 以前帮佛帮神 我说那麻烦大了 那这个时候不是住店 重新再来 我就先他 跟他帮他帮三跪一 他今天先忏悔 要先忏悔业障 这个时候不是住店 我跟他讲 今天你老婆 叫我来跟你加持 你上辈子 这辈子造的恶业很重 要好好的求忏悔 我对着他师弟这样讲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有无始贪嗔痴 重生于一枝所生 今对佛前求忏悔 一直念 我不是念三次 其实念二十一次求忏悔 然后我说 来现在不是住店 吃往生中 因为这个业障太重了 不可以只有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没办法 赶快念往生咒 就开始一直加持 一百零八遍 往生咒 那刚好 我那时候正在讲经 要红法 我说 师父啊 先回去 我还有 要讲经啊 那么 你继续念 我一定会来帮助你 他说 哎呀师父 我家很穷 我说穷跟富有 有什么关系 法法平等 啊 意思就是 我没有钱供养 师父说 啊 你这颗诚心 我已经很感动了 不要不要 啊 佛法又不是做生意 这样 哎 你赶快跟他念 念了以后 那多不可思议啊 掉眼泪 我晚上再来看他的时候 全身柔软 哇 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英文叫incredible 哎呀 太不可思议了 佛法这个时候就看到 真是不可思议啊 那个面貌 慢慢地转变过来 慢慢地转变过来 忏悔了 掉眼泪啊 死了三天的人 还会掉眼泪啊 真是不可思议啊 啊 所以 我呀 跟他讲 对三宝有信心 有信心啊 其中有一个 年轻人看到这一幕 很感动 那时候他才几岁 二十几岁 说师父 师父 我死的时候 也要像他这样子 你来加持我 你打嘛 我今年几岁 我是死 是我先走 还是你要先走 对 到我那里 碰到师父 还得看 有没有这个因缘呢 是不是 所以 我们要多结善缘 你就知道 哎哟 这个三宝 这个威德利 真是不可思议哦